有你幸福 共祝花团禁足 好 幸福 委员长还有各位参加的大家好 好 应该是 应该是 大家好 那我来讲一下 以前还没有为情所困的时候 我是讲别人 可能都是我们困别人 那等到有一天 我们困别人不灵验的之后 我们就真的困在里面 那这个时候 我们不管是 这个仲天怨地 我讲的不是你 或者是 我们不管如何的深思理解 可能就没有用处 真的 幸好有心法的练习 我们可以跟天地书说也好 去连接这个源头 来补充能量也好 那我们可以上那间 能得到幸福 而我们得到幸福的 这个时间的空间的 这个有刃有余的一个加持的时候 要赶紧来塑造福田 才能够力往狂烂 下一秒 我们人生课题的展现 那接下来 稍微再请慧珍来分享 有一种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的感觉 应该是说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然后坦白讲就是 会有一些人追求 可是那个时候 我们不懂得去 去好好的去做一个收尾的动作 然后后来呢 交了一个男朋友 在那男朋友的身上 其实就是 我们两个人分手是 因为他批头 那在他批头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当中受了一些的伤 所以那个时候 是因为参加了一个心灵的课程 然后我先生Jill 我在那个时候的同学 认识了我 然后那个时候 我也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我只要一个懂我的 爱我的人就好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没有付出太多的 海文之后能够去享受 那因为享受久了嘛 然后总是一旦牵进去了 分解了 慢慢的问题就浮现了 那问题浮现的时候呢 活活的问题也来了 然后小叔的问题也来了 然后就是先生的问题也来了 就是一个人一直转 一直转 一直转 那个时候我这场讲的一句话 就是凭什么要我做 那所以在先生的部分 其实那个时候 跟公佛之间 其实是我自己是有很多很多的 怨队啦 很多很多的埋怨 那每一次的埋怨 就会让自己一直掉下去 一直掉下去 那所以 也一直都是 不是在很稳定的一个状况 那时候其实身体有一些状况 就是我每一年都要去做胃经 然后每一年都有洗肉要切除 然后我那个时候的心里 其实也很不快乐 对就天天就是想着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可是我不自觉 然后后来就是很感恩进来了 超满 那进来了之后 其实就 就从第一首听到的珍惜这首歌 然后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之后 然后就一路一直一直到现在 那到现在了之后 其实我就是 因为蔡理薛老师的地址会 就提醒了 就是老师一直叫我们要转念 然后不要抱怨 所以遇到事情的时候 真的就是有时候中午还在煮饭的时候 想说 为什么我放假就是要煮饭的时候 这次广播电台就开始听了 对 然后后来之后 晚上的时候呢 如果说又要再煮饭 然后以前我先生会帮我 可是后来他有的时候他累了 我就想要 那让他休息 那让他休息的时候 他没有来帮我的时候 如果我发现我的情绪要上的时候 我就开始唱歌 然后唱着唱着唱着 然后就感恩着感恩着之后 其实慢慢的 他会自己会主动 那我也不会那么一直去斤斤计较 就是为什么你就是不怎样 对 那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 欸好像还蛮顺的 蛮顺的 蛮顺的时候呢 爸爸输的时候 又会感觉又有不同的感觉出现 所以就是很感恩一路走过来 我觉得心静下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更逢的去交流 然后还有更逢的去营造 对 那这些事没有进场 以前没有发现的 对 就这样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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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